那些年,在小卖部买过的零食 你吃过几种? 无花果,小的时候,去小卖部买零食 是一件非常认真而严肃的事 因为零花钱不是天天都有的 所以去买零食必须严格仔细地挑选 当年买这个无花果干的时候 我还没上学呢 老板跟我说,这个叫无花果 我二话不说,就把手里的两毛钱递给他了 回家我姐问我吃啥呢 我说这是无花果,你肯定没吃过 他拿起来一看,说这是萝卜丝干 就是萝卜刨成丝晒的 怪不得我怎么吃起来一股萝卜味 香芋奶糖 小时候跟我姐都很爱吃的一款奶糖 两毛钱一片,一片有二十颗 每次去买都觉得好划算 尝了一下,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香芋味还带了一些沙沙的口感 不知道是他分量变少了 还是我嘴巴变大了 一次不炫他四颗,都没吃出感觉 糖森素 我明明记得小时候叫糖森肉的 咱们现在改名叫糖森素了 里面的东西也不一样了 以前是一小块一小块的 都说吃了糖森肉就能长生不老了 我小时候吃了那么多 活个一亿岁应该没问题吧 就是这个糖森肉吃起来跟以前差别太大了 又硬又难嚼 这到底是谁做的 白白浪费了糖森这么好的肉 神雕侠侣 这是古天乐版本的神雕侠侣 我只看过一点点 估计00后,10后都没看过 先试个香味的 有爱情味道的辣条吃起来就是不一样 比糖森肉嫩很多 接下来换个川味 口感吃起来一模一样 就是没那么辣 适合跟男朋友一起吃 冰梅 不需要冰箱冰冻的冰梅 当年夏天跟我弟买过一包 以为吃上一颗冰梅 就能抵挡住夏天毒辣的太阳 结果吃了才发现 这家伙皮又厚 肉又少 和又大 不冰也不凉 到底为什么叫做冰梅呢 我到现在都没整明白 咪咪 这个就不用我说了吧 从小学到初中高中 一直都是小卖部的畅销王者 就是山寨的有点多 买的时候要看清楚 吃起来咸香酥脆 非常耐思 我真的不信还有人没吃过 没吃过的赶紧扣一拨一 让我看看你是从哪个星球来的 爽口片 第一次看见这种零食 是小学二年级 坐在我前面的一个男生 每到下课时间 他就敲咪咪摸出一盒东西 拿出一张像纸膜的 往嘴巴里放 我真的不明白 长得跟塑料薄膜一样 有什么好吃的 后来我也去买了一盒 吃过一次就再也不想买了 这味道就好像糖衣药片 加上冰冰凉凉的口感 五毛钱一盒 为什么会有人买呢 两嘴棒软糖 这个也是我小时候喜欢的 两毛钱一根 因为它够长 刚好可以跟我弟一人一半 外面是甜甜的草莓味 里面是加辛酸奶 吃起来酸酸甜甜很不错 流香展示 小时候就是冲着包装上的鸡翅买的 年少轻狂的我还坚信 这里面肯定偷偷加了鸡肉 看这小鸡翅造型 熟悉的味道又来了 吃起来真的很香 就是没有小时候那么酥脆了 看了生产日期 还是很新鲜的 难道是我老了 牙齿不行 小米锅吧 这个我没买过 基本上都是蹭我弟的 因为它零花钱比我多 浅尝一下 真的很酥脆 就是很咸 厚咸厚咸的 就算你想为自己代言 也不用放这么多吧 吃你一包 我还得赔上三瓶水 怎么算都不划算 石头糖 当年小麦布 让我垂涎三尺的零食之一 那个时候都是瓶装的 一瓶五毛钱 我都不舍得买 闻起来就是焦糖味 吃起来跟普通奶糖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为什么我小时候一直认为 这个石头糖咬开 里面会是巧克力呢 我的记忆该不会让外星人偷了吧 不可能 不可能啊 香菇丝 这个我肯定没买过 因为它的包装颜值太低了 再说了 香菇是我小时候最不喜欢的蔬菜之一 不过它长得 也跟香菇没太大关系 吃起来就更没关系了 是甜辣口的 我个人不是很爱 这盒拿去喂闺蜜 韭菜丝 当年给了我弟两毛钱 让他跑腿给我买包辣条 他就买了这碗玉回来 搞不懂 您名长得千里千气的 为啥取名叫韭菜丝 这名字一定是用脚支架想出来的吧 要是味道好吃 我还能原谅他 可是吃起来味道一般 口感更是一言难尽 跟脚老树根差不了多少 不知道的 真的会以为我在嚼牙签 小样 在这款小样酸Q糖没出生之前 我们去小卖部都是买QQ糖 后来酸Q糖出现了 每次去小卖部 老板都极力推荐 他说这款更便宜 而且更好吃 跟QQ糖比 他吃起来更酸一些 而且它的表面还覆盖了一层白砂糖 有人可能不喜欢这种口感 你们更喜欢哪种呢 狗牙儿 因为我弟说想知道披萨是什么味的 所以我吃巨子 花日毛钱给他买了这个狗牙牌披萨卷 打开是长这样的 跟海边的一种碎罗壳很像 这狗牙炸得酥酥脆脆的 烧烤味真的很香 不过我吃了这么多年 今天才知道 这后面写着狗牙儿嫁师哥 师哥到底有什么好的 你那么想嫁给他 南京板鸭 没吃过北京烤鸭 还没吃过南京板鸭吗 据说没有一个人的童年 可以逃过南京板鸭 长这个样子 北京烤鸭喊他一声兄弟 他都不敢答应 时隔这么多年在尝试 确实有板鸭内味 还是跟小时候吃的一模一样 能保持这么多年不变 也算良心老品牌了 CC乐 这款零食我印象太深刻了 有一天上学走进教室 我就发现我同桌嘴里叼着根吸管 还反复地咀嚼 我正想着他是不是有猫病 他就给我递了一根 说这是小麦布的新品 结果我吸了老半天 没吸出来 面装的是糖粉 吃起来味道还不错 就是不知道谁想的馊主意 把糖装进吸管里来卖 吃起来太费劲了 你在干什么 唱歌啊 那些年在小麦布买过的零食 全都吃过的不是一般人 放假了 姚姐从城里回老家过年 必须领她上门村最豪华的小麦布消费 带上十块钱巨款 今天我就是这里的老板 恐龙蛋 姚姐说她只吃过崎岖蛋 我说崎岖蛋已经过时了 必须试试阿门村最时尚的恐龙蛋 打开里面有一个雨伞小陀螺 两张卡通文身贴 还有一颗糖果 尝一下 除了有点甜没有别的味 还好有多小红花 贴上村口人人夸 我想请姚姐吃根冰激凌 姚姐说天气太冷不行 我说我有不冷不动还不坏的雪糕 表姐不信 你们信吗 点个赞我拿出来给表姐看看 短毛钱一根 倒行绝对可以打十分 尝一口甜甜的草莓味你值得拥有 加上外面酥脆的甜筒 开学表姐肯定舍不得走 脆皮鸡块 表姐问我村里有没有KFC 我说请你吃美味的脆皮炸鸡 表姐说看起来还不烂 打开怎么不是一块一块 这一根一根 难道鸡块还会变身 吃起来又干又柴 连我都觉得划不来 既然鸡块表姐不是很爱 那只能给她来到硬菜 素一品鸡块 看着小鸡翅造型 给表姐馋得不行 咸香酥脆 吃一口就陶醉 城里绝对买不到 你说对不对 好吃 巧克力 表姐想吃巧克力 那咱肯定不能小气 五毛钱来上一整排 红橙蓝绿绝对干净 一人一颗边走边吃 表姐问我有没有得福 我说村里只爱吃金服 两毛钱一根 想吃只能在阳村 丝滑香脆 好吃不贵 越嚼越有味 嗯 好吃 表姐想吃奥利奥 我说爆香小园子 你知不知道 她说没见过这个广告 那咬一口你就知道 外面的皮带着焦香 还嘎嘣脆 里面是浓浓的奶油味 表姐吃了很是腥味 薯片 表姐想要吃薯片 送她日包大波浪杯有面 别看份量有点小 包装一点都不了草 看烤进口牛排味 微甜微辣还够脆 表姐吃了直回味 真小啊 你别小看阿门村 咱们也有城里的红绿灯 红灯形绿灯形 两毛一包的辣条不伤感情 你一根我一根 绝对的好吃又养生 表姐想喝酸奶 结结渴 迫不及待就打开了盖折 她说村里的酸奶真是怪 我说嚼着吃你会更爱 吃起来确实是老酸奶味 就是越嚼越渴 把表姐劝退 啊 年轻就要嗨着乐 让表姐试试小卖部特工的黑皮可乐 两毛钱一根 小卖部的镇面神针 表姐说确实解渴也有可乐味 但是总感觉哪里不对 博士牛津 表姐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必须让她尝尝村里的特色 比如这个牛津博士 村里没考上一个博士 就有一头牛会离奇失踪 你也是一事 看咱俩谁先考上博士 表姐嚼了半天都没嚼掉 她说比起博士还是牙齿更重要 让表姐试试这个韭菜根 天然蜈蚣汗还能再生 又硬又老还不酥 表姐吃完都想哭 我说你别往外传 我送你一根棒棒糖 咸味的棒棒糖你肯定没吃过 表姐吃了一口 差点没拿去喂狗 我太难了 还好表姐想吃口香糖 那童年回忆必须来帮忙 一个颜色一个味 表姐拍手说对对对 就是这个西瓜泡泡糖 吃完我们来玩捉迷藏 可能受伤那也无妨 人生再长也不长 咱们吃完蛋也是没让 dire 感觉喜欢 rash